Hello,欢迎收听Talk Taiwanese Mandarin,我是Abby 今天我想要跟大家聊聊感冒 我是身体不舒服 我昨天就是身体不舒服 好像是感冒,但我也不太确定是怎样 然后我就想说,诶,入了一百集 竟然都还没有聊到感冒或是生病这个话题 这个话题就是非常的重要 每个人一定都有感冒或是生病过 所以今天就来聊聊这个话题 那我先来说说昨天是怎样身体不舒服好了 最一开始感到不舒服的时候是前天 前天大概下午快要晚餐时间的时候 我回到家 然后就觉得很累 然后身体热热的 感觉好像有一点像中暑的症状 中暑就是如果你晒太阳 晒得太久的话就会中暑 那我就觉得,诶,我虽然有去外面 但是我有戴帽子 而且没有在外面晒太阳很长一段时间 再加上那一天又是阴天 感觉应该不是中暑 然后我就想说,诶,可能是因为我午餐吃得很少 所以很饿 感到不舒服 后来吃完晚餐我就去休息一下 就去躺着 躺了一下后就感觉比较好了 那天晚上刚好要去参加一个活动 所以我就还是去了 那参加这个活动的时候呢 就有喝了一杯酒 虽然只有一杯 但是它的酒精浓度感觉蛮强的 后来过没多久 我就赶快回家休息 睡觉 那隔天也就是昨天起来之后 就更感到不舒服 身体也是有一点热热的 但是好像又没有到发烧那么烫 然后吃了一点东西就会有一点肚子痛 但是又没有到拉肚子的地步 还有另外一个症状就是食欲不振 我平常就是食欲蛮好的 可以吃很多 但昨天就是吃不太下东西 也不太会觉得饿 哦对还有另外一个症状就是 肌肉酸痛 就是全身都觉得有一点酸痛 就好像是你做了高强度的健身 会有的酸痛 但是我并没有去健身 反正昨天起来我就感到很不舒服 就觉得今天还是休息好了 那很幸运的是我的工作比较弹性 不用去公司上班 又刚好昨天没有什么排定的行程 就是说我原本是有打算要做一些工作 也包括录音 但是并没有很急一定要昨天做 我就想说今天就好好休息 明天再做好了 所以我昨天白天就都没有出门 如果觉得不舒服就去躺着 就是休息小睡一下 或是看书 或是听podcast 那感觉好一点之后 我就起来做一些工作或是学习 那又感觉很不舒服的时候 我又回去躺着 大概躺一下后就会觉得比较好 然后又起来继续工作 If you want a fun way to learn Chinese in context try my great readers My latest release The Robin Hood of Taiwan It's based on a classic Taiwanese folktale of hero fighting injustice during Taiwan under Japanese rule It only uses 500 unique characters My level 1 The Tiger Aunt only uses 300 unique characters It's a folktale about a man-eating tiger and some brief kids who fight back You can buy them in simplified and traditional Chinese I record audiobooks as well So you can follow along even when you don't know all the words To find out more go to talktawanismandarin.com slash books Also the link is in the show notes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 我觉得不舒服的时候 平常觉得好吃很香的东西 这个时候可能就会觉得不喜欢 像是平常早上我可能会吃烤吐司 平常也会觉得烤吐司很香 可是昨天闻到吐司 就会让我觉得不舒服 甚至有点想吐的感觉 还有包括花生酱 平常觉得花生酱很好吃 可是昨天闻到花生酱 也是有点想吐 但昨天并没有真的吐 总而言之就是平常觉得很香的东西 昨天可能会想要避开 所以我昨天就吃了很清淡 像早上我吃了馒头 还有喝了豆浆 这些东西它相对的味道没有这么重 就比较可以接受 然后中午也没吃什么东西 下午吃了半颗芭蜡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芭蜡是什么 它是一种绿色的水果 里面是白色的 通常是白色的 如果你要用中文来念的话是芭蜡 但是在台湾我们都会念芭蜡 这是台语 总而言之就是昨天食欲不佳 平常我三餐都吃得很正常 就是三餐都要吃 但昨天就没什么吃东西 然后我的伴侣就说 你今天只有吃这些东西 那你已经是生病了 可见我平常食欲都很好 如果食欲变得这么差 那应该就是生病了 到晚上就比较好了 就出去骑脚踏车 在外面逛逛走走 然后今天起来就感觉好多了 已经不会肌肉痠痛 然后食欲也比较正常 虽然我今天早上还没有吃什么东西 但是整体而言应该是差不多康复了 所以可以来录音了 那因为我这次也没有去看医生 所以我也不知道到底是怎么样 不过我很感谢我自己昨天有好好地休息 没有硬要去工作还是怎么样 所以今天就有康复了 那我们来聊聊一般感冒的症状好了 通常可能会有我刚刚提到的 例如说发烧 就是你的身体比较热 比较烫 还有咳嗽 流鼻水 喉咙痛 鼻塞 鼻塞就是感觉好像鼻子塞住了 呼吸也不太顺畅 还有可能会拉肚子 就是肚子痛 然后需要去上厕所这样 这几个都是感冒比较常见的症状 我觉得我最讨厌的感冒症状 应该是 喉咙痛跟鼻塞 因为鼻塞感觉很痛苦 就闻不到什么味道 然后呼吸很不顺畅的感觉 然后喉咙痛就是声音会变得沙哑 如果刚好要上课或是工作 就是需要讲很多话的时候 就会很痛苦 那我这个人其实不算常感冒 大概很偶尔才会感冒一次 然后近期好像也没有什么感冒 除了昨天那个不知道算是什么东西 那我特别想聊一点 我注意到的文化差异 就是感冒的时候 在台湾通常都会去看医生 就算没有很严重的症状 开始感到不舒服 好像就会去看医生 小时候感冒 爸爸妈妈就会带我们去看医生 可是我也有注意到说 在国外 像是西方的一些国家 感冒通常不会去看医生 除非非常严重 不然就是会在家休息 喝水什么的 那这个差异可能有一些原因 有可能是因为在台湾 有健保 很方便而且很便宜 所以大家有一些小感冒 小病就会跑去看医生 那还有一点就是 可能在西方有些国家 他们会觉得 如果感冒生一点小病 那可能是要提醒你 要好好休息一下 所以这种小感冒或小病 不需要去看医生 就是好好休息就好了 那我觉得这个也蛮有道理的 所以后来如果我有这种小感冒 身体不舒服 我就不会去看医生 以我自己的经验 这种小感冒或是小病 通常在家里休息一天 就会好多了 所以好像也不需要去看医生 当然如果很严重 或是特别的情况 也是要去看医生 总之就是 当我感到身体不舒服的时候 我就会想说 这可能是提醒 我要好好休息一下 那我就好好休息一下 有时候可能会很难 就会觉得 我应该要做什么事 我应该要去工作 或是学习什么的 但我觉得这个时候 真的是要好好对待自己 该休息的时候就休息 而且如果不好好休息的话 这个病也会拖得更久 反而更麻烦 那刚刚讲到这个文化差异 我觉得还有一点可能就是说 在台湾如果是上班族的话 其实尽量不太会想要请病假 因为请病假要扣半薪 就是你那天半天的薪水就没有了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应该是这样 以我以前上班族的经验 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改变 但是如果你请病假的话 是会扣薪水的 那当然就是尽量不要被扣薪水啊 除非你有很多其他的家 像是特休可以请 不然如果有感冒的时候 可能就会想说赶快去看医生 吃药赶快好 就可以不用请假 这个原因只是我自己想的啦 我不太确定是不是有这个情况 但我觉得多多少少应该都会有影响 好 以上就是我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 感冒或是身体不舒服的经验 所以希望大家都好好照顾自己的健康 如果身体不舒服就好好地休息 然后必要的话就去看医生 那最后如果想要支持我的话 可以加入我的Patreon 在我的Patreon可以下载到 PDF transcript 还有audio files 也可以帮助我做更多节目给大家听 或是也可以到talktanwanismandarin.com 去请我喝杯咖啡 最后谢谢你的收听 我们下次见咯 拜拜 graduates 吧 thin Э 보 你 lied 你 估计 为 o